各位奇迷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时钟老师 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五届女子围棋最强战 然后这一次打到冠军决战的决赛的有黑佳佳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这一位 这位可能各位奇迷朋友比较陌生 这位女性呢叫做杨子轩 印象中她非常年轻 我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在围棋百科上面找不到她的 比较详尽的资料 但推估应该十七十八岁有了吧 如果有错的话请在下面留言 纠正我一下 因为我真的不是很确定 然后 好 那我们不啰嗦 赶快来介绍一下这盘棋吧 好 黑佳佳这盘棋是直白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 白棋踢力跳 这很常用 很好用 我很推荐各位 呃 段位以下小朋友使用这一招 非常好用的一手棋 好 再来黑棋 往这边进攻了 白棋这时候 从这边挖断 如果 这个棋型我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黑棋斜拆散白棋打路的棋型 这个非常常见 但大部分情况是在类似 我拿这边做一下例子 例子 这边 然后黑棋这边 拆一遍 然后这边就是斜拆散 然后白棋这样打路 黑棋盖住 有点类似 跟刚刚这边蛮像的 好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棋型 所以 刚刚这个挖 跟 长 都是很常见 就是 又好用 又常见 又实用的下法 蛮推荐这两种下法的 好 白棋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黑棋如果断的话 白棋这个时候长 黑棋往这边针子 这个是一个针子的形状 往这边教室就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棋就会弃子 往这边一样断 拔掉 再打一下 问黑棋要不要跟我打结 通常情况下 黑棋是会黏的 很少看见 黑棋会这样打下去 跟他开结啊 我很少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 还是黏一下好了 然后白棋再把这个针子 就爆掉 这个做交换 就是 黑棋肯不肯把这么大一块 金角 让给白棋 是我的话 我是不太肯 所以 刚刚到这边的时候呢 刚到这边的时候 黑棋应该是不会往这边断下去 黑棋这个时候 打下去了 好 白棋当然要粘 黑棋再把 这边的弱点补起来 白棋爬一个 想办法做眼 黑棋退 白棋长 黑棋扳 缩小对方的眼位 这个时候呢 呃 AI给的建议是先扳这个比较好 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要先扳 因为这个扳大部分的情况是先手 就是 黑棋 这个如果不补的话 这扳掉就直接火起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通常搬通常是先手 然后 黑的挡的话 再考虑再下在这个尖的地方 这样的话 基本上这空间非常非常大 有八摩空地 中心点就有四个了 所以这不太可能是死棋 好 这个时候 呃 刚刚 黑家家他是先碰这个 然后 当然啦 这大概也是会挡吧 然后黑家家再回来搬这一边 他大概就是想说 如果黑棋吃掉 那白棋还是可以来吃掉这一边 还是可以活起 但AI是建议直接 搬这边啦 胜率 胜率是这样 我看一下 胜率是这个高一点点啦 然后我顺便讲解一下 呃 这一盘棋我参考 当时正在转播的职业棋手 林立祥 呃 七段 职业老 职业棋手老师 对我当然要尊称他为老师 对然后我 呃 参考他一下的讲解 所以 呃 如果有一些重复的电话请尽量 好 我们这边再来 好 这个地方 呃 这个地方的话建议用虎 是因为 这个虎 这个虎有把这个断链补起来的效果比较强 然后这个 这一手棋对外面影响力也比较大 等一下我把它倒带一下 看一下怎么断回去 好 好 差 差了13% 哇塞 这个 丹链跟虎链差13 有点多了 好 白棋再回来退一下 作火这一块 然后黑棋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断链补起来 但是 呃 这个时候其实 应该还是外面这一块比较大 就走这一带 走在这一带 比如说这一个附近这个地方 对 然后 比如说我们走这边好了 假装我们走这边好了 如果真的白棋断的话 黑棋可以简单打一下 然后再跑出来 这应该不太可能 这要死掉也没那么容易吧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不知道可不可以 然后这个时候 呃 AI建议补在这个地方 他更上来一点点 他更上来一点点 他补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想要 把这个断链护住吧 所以他过来一点点 好 这个时候 子萱跑去下这边 但是 这个被 黑++ 抢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 这个一分割下去 黑棋这一片护士 被这样子分割 这样子分割吗 我 这个黑棋有点麻烦 有点 有点伤心啊 这么大一块被他这样分割 如果是抢在这一代 这黑棋 很赞对不对 大家看得出来吧 超级赞对不对 现在被 分割成 痛啊 同学等我一下 我确定一下录影成功 喂喂喂 好 应该成功 好 所以这边目前到这个地方 说白棋勝率到7-3了 对 这一割下去 黑棋这么辛苦的后事 没有回到这一 中间这一大块 被白棋抢到这一个 这怎么办呢 好 这个时候黑棋往这边 夹攻了 往这边进攻击 那白棋就往这边拆了吧 轻松 轻松这边做活 然后黑棋 踢力跳 又是踢力跳 一模一样 所以踢力跳真的是很好用的一个手器 非常好用 很推荐大家 然后白棋 飞一个 把这边眼睛撑开 同时压缩上面这一块空间 让你上面这个空间越来越小 黑棋挡 搬过去 哦 这个时候 然后 一般情况下 你搬 他大概也是要退 你再拧一下 然后这黑棋这边还是拥挤 啊 这个时候 黑加加下的这个蛙 非常厉害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黑棋 打这边 白棋黏 黑棋这边还是有断点问题 然后白棋这边 基本上力量够强了 不太可能会死掉 然后黑棋这边 越下越拥挤 越来越窄 就是这个 这个空间真的太窄了 这黑棋 黑棋不能忍受啊 所以黑棋基本上应该要强力反击 应该要从这边断下去 然后白棋这个大概只能长吧 黑棋黏起来 制造一下白棋的弱点 然后白棋这边 姑且的情况 所以这要反击 让 不能让白棋那么好下 但这边 子萱挡这边 然后 然后 然后这 这黑加加 下完以后 欸子萱这边还真的下成 比较 比较不好下 这个黑棋看一下 黑棋勝率只剩16% 够低了吧 对 所以这边 黑加加布局阶段 真的下的是 好很 好 比较好一点 好我们再看一下 哎呀这手里没有这手气 黑加加的手拔啦 就抢个先手 先把对方阵地弄得很狭窄 然后这边 弄得很安全 然后再抢一个先手手拔 刚刚先手手拔这边 然后再来手拔到这边 哦 哎呀这白棋下的真好啊 OK 好再来黑棋怎么办呢 黑棋挂这边 好 这挂呢是盯着这三颗 这三颗 如果被这挂的话 这三颗其实是 有点浮在空中没有眼睛 因为这黑棋 黑棋以后再回来点 点三三的话 这白棋这整块 没有什么眼睛了 很麻烦 所以通常这个挂 攻击是蛮严厉的 然后白棋的时候 想办法处理 要安定一下 碰来要搬 背搬要 常来要 通常是常来要年啦 通常我都叫小朋友常来要年 他断点就补起来了 但是呢这个碰也是可以的 然后虎一个 把这边其实变得很厚 然后黑棋补这个段 然后这个断点 同时也补起来了 然后同时黑棋要准备 后六根 冲出去冲出去冲啊冲出去 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呢 先扳一下 扩大一下这边的眼睛 然后问你黑棋挡不挡 你这如果不挡 被我白棋这爬进来 整个脚安定了 还把你这整个银边给破掉了 然后你这两颗 准备被我白棋这边飞出去了 所以这个 这一定要挡啊 挡一下保护一下 这块空地吧 也不小啦 然后白棋再接起来 黑棋再准备冲 不是准备 是直接冲出来了 好 请问你 白棋挡不挡 欸白棋可不挡啊 同学们可不挡一下 就挡下去很麻烦 我就见一个碰杯了 你黏我就断下去了 然后如果你黏这边 你黏这边我就卡着下去 欸这会不会死掉 叫吃 黏 然后 再叫吃他就黏 你断下去我可以先叫吃 然后这白棋跑了以后 这边还有个双叫吃 痛飞了 根本没办法这样下 所以这白棋挡不住 白棋这时候只能退 然后这黑棋就 后流给轰出去啊 白棋挡下去 两个断点很麻烦 所以这时候白棋只好退让 然后黑棋再轰出去 白棋 白棋也跟着黑棋轰出去 欸老师 那这是什么情况 这白棋被 白棋被整个轰烂 然后这两颗不是搞笑了吗 这两颗死掉了对不对 可是可是同学们 黑棋刚刚这个护士 本来这一边还有一些些 就是黑 这边不要吓的话 这边黑棋是不是 可以往这边跳之类的 去扩张一下这个模样 对不对 这把这个模样膨胀起来 应该也不错吧 但是这一交换以后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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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棋轰得很开心 白棋轰得更开心 白棋把这一块的大 大模样全部消掉 那这三颗 以后白棋可能会往这边点进来 夹进来什么之类的 这黑棋有点麻烦 所以下完以后 下完的话 这黑棋有没有比较好 可能没有 说不定白棋这样下还比较好一点点 这是我一个想法 然后我们看一下 黑棋这时候来 暗定这一块了 毕竟这边是三个打一个 赶快处理一下这边 碰了腰斑 背斑这边 这边情况 这个连斑是一个藤螺手镜 是一个很常见的手镜 然后看白棋干嘛干断 半的话就要吃 这边一个 这边反切断 所以这个时候呢 通常白棋会打这边 黑棋黏 然后白棋黏起来要准备冲下去 如果黑棋挡住 白棋可能会保护一下这边吧 然后这个时候黑棋没有挡 黑棋先断一下这个 准备吃掉这个 白棋 这颗子 不能直接这样打掉 给它这样 给它这样拔掉 这样黑色拔掉太容易了 所以这时候先送一步路送的 让你很难吃 黑棋得花三手起来吃你 然后这时候白棋 再 继续尝气 然后黑棋只能吃 白棋这时候冲下来 第一个 切断黑棋这一边 第二个 这个冲是先手 大家准备 sorry 大家准备叫吃了 所以这时候黑棋只能回来吃 然后抢到这个 这个时候抢到一个宝贵先手 拆到这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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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很大 不过不过 AI AI建议先下这个地方 先拆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一个呢 第一个 拆到这个边呢 第一个 这个银边空地非常大 第二个 这一个逼住呢 跟刚刚老师讲的 这个黑棋这个挂很像 就是逼着这三颗 待会白棋要准备点33了 攻击这一块了 所以通常这个 通常这一手棋是先手 挂这个通常先手 然后黑的 跳一个 守住这一块 然后白棋再回来抢这一边 有时候 右边抢到了 上面也抢到 两边都抢到了 非常满意 这样下的话应该是好很多 然后 看一下 黑家家他先下这边 白棋 AI建议下这个 先抢这个 这个胜率 差了10%以上了 所以 这个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点 好 结果白棋下这边的时候 黑棋这时候 趕快先下这个地方 先搬过去 跟刚这个搬很像 第一个 守住这一个大块空底 然后准备藏进来 破坏白色的眼睛 所以白色通常会打 然后黑棋再回来 再回来 拆到这个 大大的空底 大大的银边 哇这块很大吧 对不对 跟刚刚一来一往 跟刚刚这个 白棋先 抢这个 黑棋跳 再下这个 这个 一来往差非常非常多 好 所以 这边 子萱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下的还不错吧 好 这个时候白棋 点进来了 诶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讲解一下 就是 这个地方 如果白棋要进攻的话 林立翔 林立翔老师有说 他其实 点这边就很满意了 因为通常黑棋 会挡这个 然后白棋断掉 黑棋 打一个 白棋 拔掉 黑棋这个地方 要再补一手棋 所以 白棋这一整块 已经确定 安定了 然后变得非常厚 然后黑棋这个地方 还得后手 下这个 吃掉这个 白棋再抢一个新手 这样的话整体来 整体来说白棋 其实很满意了 非常好 但是 黑家家他点这个的话 点这个的话 呃 后面 他这一块棋要做 就是 点这个就要做 会比较 比较 有点陷入 陷入被动 陷入困境的局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后面怎么下 然后白棋爬一个 挡 托一个 这个时候呢 哇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惨案现场 这个决议有一个很有趣的 惨案现场 看一下 剪了 扣掉了21.5% 有那么惨吗 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一下 就是决议说 应该先打这个 先打掉 先打下去 通常 这时候黑棋 如果 黏的话这个白棋 非常便宜很多了 比刚刚这个 白棋下这个地方 拼很多 因为这个空间也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 黑棋可能要硬着头皮 这个时候 如果打下去 诶等一下 白棋打 黑棋可能硬着头皮 打这个结 但这个结 一打下去的话 假装 假装是这个情况 呃 我先假装一下 就是随便下一下 这如果 白棋是打硬的情况下 断下去 这一个结 很大 就整个金角 一路开到银片 然后这个 白棋 黑棋会损失惨痛 但 相对的 这如果是被拔掉的话 这白棋 呃 白棋 如果这一块全爆也很麻烦 所以 这个打结 双方来说负担都很大 好 不知道是不是 家家想要避免这个很麻烦打结 所以家家往这边长一个 这个时候 黑棋立一下 这边 这个立呢 强调这个断是 断很痛 断下去直接死 不是很痛 是直接死了 然后白棋点这边 点瞄准这个断 跟这个断 然后黑棋黏 白棋断下去 这个断是先走 要准备断这边了 所以黑棋只能黏 白棋再往这边 跳一个守住这一块 这个跳下去 确定活起了 但是 但是这个做活的代价就是 白棋是落后手 然后同时 黑棋变得非常厚 没有 千万没什么弱点 然后再来是重点是 这个 白棋活了以后呢 不小心伤害到上面这一块了 这一块旗子被黑棋进攻 叮啊 点在这个地方 痛飞了 哇塞 这个点很痛 把你中一点抢 把你中一点卡住 然后这个没有活啊 怎么办 然后这边还有个断点啊 黑白色这边还有个断点问题啊 所以加加之后开溜了 只能溜啦 最好溜了 在溜之前呢 先断一下 好这个断一下 在黑棋掉里 然后拍一下 好 这个时候再往这边跳出去 跳出去 这个呢以后 白棋这边 呃比如说尖啊 或者是 贴住 这边都是先手 所以这边白棋断 做一点交换 就是以后保留一下这边的先手权力 然后这时候 黑棋 再断掉这个地方 哇 痛痛痛飞了 这个你看一下 轿吃直接爆了对不对 好这个白棋如果跑这边好了 白棋如果跑这边 轿吃直接爆了 黑棋整个爬出来了 然后白棋这边完全没有眼睛 痛飞了 所以这个时候 好 白棋往这边唬一个 啊 黑棋刺一下 痛 刺一下痛痛痛痛 真的很痛 白棋抵抗 黑棋退一个 准备断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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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不给断 不能给断 只好 只好黏了 然后黑棋抢到一个先手 叹啊 回来打路这一块 因为本身这个黑棋力量很强嘛 所以 这个打路 白棋也不好下 白棋如果下这个黑棋又爬回家了 还回到这块大大的空地呢 所以白棋一定要抵抗了 跟黑棋做一下战斗 好 目前下这个地方 一百手棋了 诶我今天想的比较快 对不对 因为我想我讲 尽量讲重点 讲重点就好 好 我们目前欣赏到这个地方 一百手 然后 我们看一下 目前形式判断 这个蛮好用的哦 分析一下 黑棋领先十点五目 还蛮多的齁 领先十点五目 然后我们重点看一下 黑棋这块是活的哦 安定的 然后这一块 厚啊 安定的 然后这一块 厚啊 又是安定的 这一块 基本上这一块应该不太可能死啊 我觉得黑棋本身 骑行下的真的还蛮厚 就是 呃 梁子轩她的棋风真的是 比较厚的那种 然后她就前面下的比较厚 然后后面再想办法逆转 所以 佳佳这边 佳佳这一整块 这一整块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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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眼睛啊 这一块是鼓起啊 虽然上面有地 这边有地 然后这边有地 这边有地 但仰出这一大块 没有眼的棋子 这白棋不太好吧 所以到这边 目前为止 呃 黑棋 84 就刚刚这个地方黑棋 看一下胜率哦 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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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快点一下 看一下胜率 对一直到这边100首 你看一下哦 刚刚 刚刚发 Kimchi 刚刚救了这边 点三 呃 不不是点 Karena 就这边大陆以后做火 然后一路从这边胜率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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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発佛 一路到这个 只剩下14 多 Pepper 然后 所以这边应该是白棋可能 比较下不好的地方 然后黑棋到这边 目前 黑旗站上風一點點 好 這邊呢 呃 不過 後面 後面一直下 一路下 家家後面 一路一路把他騎著撐住撐住 然後最後 成功抵達到終點 呃 後面我就不講啦 因為有點多手啊 我怕講下去會有人睡著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網猜一下他們的祈福 總之呢 要恭喜家家最後呢 成功抵達到終點 然後拿下這次的冠軍了 好 我們今天講解到這邊 喜歡你還喜歡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請到我的臉書逛一下 那我們下次再會啦 掰掰